同学好,我们来看这一题 将四件不同的礼物全发给甲乙丙三人 请依下列条件求出各有多少种不同发放方法 第一个,任意发放有几种 第二个,以恰得一件有几种 第三个,以至少得一件有几种 我们看到第一题的部分 采任意发放,所以呢 每一件礼物有三种选择 甲乙丙 所以有3乘以3乘以3乘以3 等于3的四次方,等于81种方法 好,这是第一题的部分 第二题的部分,我们要用乙恰得一件 他刚好只能不多不少拿到一件 其他都发给甲跟丙 所以呢,先发给乙有几种 有四种选择 剩下三件全部都是给甲跟丙 采取任意发放 所以剩下三件任意发放给甲跟丙 2乘以2乘以2 2则三次方,等于8种方法 那先给乙有四种 其他三件是8种 所以呢 4乘以8等于32种方法 这个是乙恰得一件的发放方法 乙共32种 第三个,乙至少得一件 至少得一件 这种东西我们采取的是乙反面思考方式 我们可以得到 用全部任意随便发 扣除乙没有拿到的 扣除乙没有拿到代表乙一定有拿到 拿到几件没有关系 因为题目要我们是乙至少得一件 所以我们全部 全部随便发 一共是3的四次方 扣掉乙没有拿到 乙没有拿到 也就是说这四件 每一件都只能给甲或丙 分给甲或丙 所以每一个都是2 两种选择 2的四次方 所以3的四次方扣掉乙没有得到的方式 一共有2的四次方 3的四次减2的四次等于81减16等于65种方法 那这个就是第三题 以上三题这样就解出来了